- 台中市 - 台中市 我叫阿仁 來自台灣 台中市 我在這邊從事的是 台球竿的手工竿定住的工作 我們很高興在這邊 尤其是松江這塊獨地 我跟我太太做長期的這邊 定居的打算 抬球在很多人的眼中 一直都是西方人的领域 更何况是球杆的制造 作为业内少见的华人面孔 阿仁夫妇可算是白手起家 选料 计算邪律 设计 镶嵌等等工序 也都离不开两人的亲历亲为 在一个寻常的日子 等于上海市松江舌山旅游度假区的 陈山植物园 迎来了两位常客 按照惯例 阿仁夫妇从这里开始 享受每月仅有两天的假期 即便尚未开春 园内的一些景区略显潇琐 却毫不影响两人的性质 因为他们知道 无论何时 这里的室内温室 都不会让人失望 做我们这一行啊 每天接触的都是各种木料 因为我们这十分钟有陈山植物园 我们常过来这边 可以看到它原始的样子 所以我们感觉到来这边 其实可以拉近我们跟木头之间的距离 陈山植物园 占地面积207公顷 目前已收集超过一万种 各具特色的植物种类 园内的室内温室 由热带花果馆 沙生植物馆 和珍奇植物馆 三部分组成 是亚洲最大的展览温室 整个温室群规划巧妙 景观独特 更是作为一个不受气候 与季节限制的景点 成为无数都市人群 减压放松 不可或缺的极佳去处 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一块 一条时间盯着电脑 眼睛就很容易疲劳 再加上高度集中的那种精神 因为你一个可能一个失败的相线 你整把杆就毁了 所以说就是这么高压的情况 我们就会特别喜欢走走 到那种完全不需要思考的地方放松 让心也变得比较平静一点 早在十多年前 阿仁就萌发了 将中国传统美学工艺 运用于台球杆上的想法 直到近年 华人选手在台球世界纷纷崛起 才让夫妻两人下定决心 在上海开始了行动 在我们这里有很多 美国还有欧洲他们西方师傅做的球杆 那这个西方球杆 它其实都是以几何图形为基本架构 那过去大家看到的球杆 几乎都是这个面孔 这里有几把是我们工作室的作品 我们将中国的葱花 将中国的金银座 将中国的印钻品 全部都浮现在球杆上面 这个从我们来之后 整个球杆市场上面出现了一个 全新的中国的面孔 而且这个面孔将来会随着这杆子 渐渐地让大家知道这是上海面孔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杆子是从上海做出去的 如今 阿仁作为美国手工杆收藏家协会认证的唯一华人之杆师 他的中国风球杆正式步入世界顶尖行列 不单被许多国内一线球手所认可 甚至连一些西方球手也成为了他的顾客 昆德利他来中国打中式黑八 他拿的就是这一款球杆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中国的边框艺术 中国的字 那我相信这个国人看到的时候 心里面应该会跟我一样 都会有所感动 在阿仁的工作室短暂停留之后 夜幕也已降落了 两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难有休息时间 除了植物园的定时散步之外 谨慎的休闲时刻自然要与朋友相聚 在闹市霓虹中的一间酒吧里 阿仁夫妇的几位好友已等待多时 我们来到上海发现上海真的很大 听到很多朋友都在上海 但是来了之后距离就这么远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见面并不是很容易 那刚好老外街这个地方 非常适合我们平常相聚 因为我们平常会把做好的球杆 带过来这边跟朋友聊聊天 喝喝酒 把玩一下球杆打打球 我觉得这地方挺好 上海老外街景区 是位于洪梅路的一处休闲地标 这里曾是毛主席101火车专线铁路中的一段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101专线铁路显停用 周边遗留的老厂房改造一新 转身成为了融合多国主题 与一身的国际化餐厅酒吧特色文化街 因为我们每天工作 有面对的就是一样的机器 一样的设备 有时候有了心理跟生理 其实都会产生厌倦 所以说我们就是喜欢在放假 休闲的时候跟朋友约在酒吧街这个地方 除了吃好吃的东西 那是我个人的兴趣 那时候放纵一下 那种感觉会让心理的麻痹感消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休闲 作为名副其实的美食联合国 休闲新天地 老外街101不仅是展示各国饮食文化 及风俗民情的最佳窗口 也是上海夜色中一张多情的面孔 而无论你来自何方 都能从这张面孔上 找到与自己何拍的表情 我觉得来上海原了我好多好多的梦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这边两三年内 我都一一地实现 非常的开心 现在回台湾其实有些不是因为 所以我们越来越习惯上海的生活方式 也越来越欣赏这个城市